国货大眼线笔 这些眼线笔 哪个是雷 哪个是宝 村屋广车屏 好用就是好用 不好用它就是不好用 第一个就是马莉戴佳眼线笔 它这个笔头是海绵头的 我就不懂它为什么色的这么粗 它又粗又硬 还眨眼 你这一笔下去 等它沾你半个眼皮那 这个水还特别多 你看我画完之后啊 心头边上了 然后最主要它不是素肝的 就画完之后你们看 去一蹭 是这样的 然后是防水效果给你们看一下 他在躺黑汤 画面也为正 他在躺黑汤 最重要的是它卸不掉 下面来戳着 手的这样是人的眼皮能受得了吗 第二只 橘朵的 实话实说 竟然是真的很细 它刻画细节啥的就是很好 比如说画下肩毛啥的完全OK 出水呢非常顺畅 我自己是很干皮 用它一天也不会脱妆 油皮的话你做好定妆 应该也没有大大问题 这根防水效果 我觉得蛮强的 这么蹭两下 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时那么柔的话 它也不会掉 这根就比较推荐鲜小白 因为它真的比较好掌控 画起来很方便 其实也挺硬 但是没有那么粗 出水呢也挺顺滑 但是饱和度照上一支会差一点 根部还算硬 但是笔尖都会很软 对新手上的话就不一定友好 在我喷水的时候 它其实也并没有糖水 然后蹭一下呢 哇 真的好惊喜好意外啊 我没有费力气 啊没了 我卸妆了 它接下来有点就是清水可卸 这支也是我今天测的眼线笔里 最贵的 性价比真的不高 第四个就是Aldale 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当时我以为是25块钱一根 但是我想到它更换了三根 我觉得它是爱颜值发货的 上手 显色度保护度真的好高啊 这笔尖也细 但是非常软 它是速感的 这个价格做这样的产品 真的还是 做一个防水测试 今天就没有一根让我搓不下去呢 看没有糖黑套 这支还是挺金搓的 我唱了差不多10下才开始掉 防水性能呢还是蛮厉害的 这支性价比你们可以试一试 我还比较推荐的 除了笔尖软包掌控以外 它搭点还蛮OK的 最后一支就是无数波罗在推的麦影 其实它还找过我打广告 但是我没有接 现在告诉你们 我为啥没有接 这支笔尖就会很细 细的程度很硬 新手札尖软比较适合 比较好控制 有机化下肩毛 然后给你们测试防水效果 排水之后没有躺黑色的液体 当时为啥没接呢 为啥没接 它一搓就掉 一搓就掉 这支防水效果真的不好 最大卖点也依然是清水可泄 我没接受有道理的 所以我是个联系美主 记得关注我 首页排名图 笔尖在这儿啊 你们都记好了 还让啥 三分钟给我按需购买吧